針對這個各地方搶加碼 你之前說這會出現通膨狀況是為了搶選票 那現在北市自己也加碼也是為了搶選票 其實通膨是這樣 不是說這個要大量 其實我跟你講從美國開始 其實世界上通膨最大的壓力應該是來自美國的貨幣寬充政策 特別是那個 其實我們振興券花的錢 跟美國政府平均每個人花多少錢 數量差很大 但是不過這是這樣 全世界都這樣做 所以不得不應付 不過到現在為止 就台北市政府來講 我們用錢都相當有節制 特別是我們在編明年的預算 我們到現在 我們已經稱了 明年是執政第8年 因為我到現在為止台北都還沒有負債 沒有舉債 不是說沒有負債 我們都8年沒有再去額外舉債 所以我們是一個非常有財政紀律的一個團隊